我們現在在日本的大阪南坡站 旁邊這個櫻川站這附近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然後我們來大阪就是 有阿民幫我們介紹房子 然後這邊是這一次 跟我們一起來看房子的網友們 Ivy還有昌哥 那我們今天來大阪這邊 我們要看房子 他們應該不是來約會的吧 就是要來看房子 那我們今天有什麼房子可以看 我們今天有蠻多類型的 兩房套房 甚至Power Mansion跟整棟的 都有是不是 那現在這個地方是屬於什麼區 這邊的話就是 它位置是在西區 大家比較熟悉的 南坡新災橋的正左邊 你說金龍拉麵那個新災橋 對對對 如果說南坡那邊的話是東坡區 它的正左邊就是西區 台灣人最熟悉的就南坡 還行災橋 到頓區 它這個位置也算是大阪的正中央 就是正中央的右手邊 就是南坡新災橋 它的左手邊就是西區這樣 OK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看的那個房子 用走的可以到嗎 有走路大概五分鐘 走路五分鐘 所以在地鐵站五分鐘的距離 就對了 OK 那我們就直接走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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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Ivy 第一次來大阪嗎 對 第一次來喔 不是不是不是 第一次來看房子 有來過大阪 來玩過 來玩過 最有印象的是什麼地方 黑門市場 黑門市場 買菜就對了 好 那你這一次來主要是來玩 還是來看 跟我們一起看房子 主要就是跟你們看房子 看房子 有來日本看過房子嗎 沒有第一次 第一次 對日本的房地產有了解嗎 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剛剛有問了一下阿明 阿明就是 他們公司算是 關係這邊最大的公司 最大的管理公司 所以問他什麼都懂 那這次有想說 要看哪個類型的房子 就看 一房的 一房的 反正都看 什麼都看了解一下 這邊的狀況 好喔 那等一下看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直接問阿明 好像到了 阿明 好像說是這個社區 是嗎 那這邊就是 好像就是 著名的美國街 這邊好多老外 在這邊進進出出 阿明 這一區是美國街 這邊在過去才美國街 這邊是南絕江 南絕江 跟高雄的新絕江 是有兄弟關係嗎 我不太確定 哈哈 名字有點同 那我們就是 因為我以前去過美國街 那邊比較多老外 像這邊走路 在路上很多老外 在路上走 那我們的社區到了嗎 對 喔 就這個Primary One 對 外面有一個 100元的 投幣式的販賣機 很不錯 然後它一樓 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做這種 有點像水泥的 清水模的一個 設計 這是什麼犯罪 這是垃圾 喔 就是垃圾主理場 對對對 那如果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有亂頭的話 就是犯罪 亂頭就犯罪 這個是垃圾場耶 你們可以來看一下 可以 可能另外一邊 有耶 可以看耶 這邊是有垃圾 處理的區域 然後 它進來了以後 這也是你們公司管理的 Takuto 那這邊是腳踏車的停車區 這邊腳踏車是這樣停 那邊有機電設備 那我們就直接上去嗎 有 要開鎖 要開鎖 一樣是用無線的這種方式 我們進來了 日本的這個社區 大廳就是這樣 都沒有管理員 然後也沒有 只有一個門禁 那因為阿明他們公司 是這個社區的總管理 所以是不是用你們的什麼卡 還是什麼這個直接進來 對不對 它會有一個聯動的密碼 連動的密碼 要是管理公司 跟仲介要是管理公司 要登記 我今天看房子 然後 郵件有支援 所以雖然沒有管理員 但是管制也很嚴格 對 要不然如果我們今天看完 就把裡面什麼東西 已經砸了 管理公司就會去掉說 這段時間是連 是誰來 所以它人員的進出 都管制得非常嚴格 對 所以他們在裝潢的時候 也要包得像台灣這樣 包得很 對 當然當然 這個都是一定要的 到了 好 那我們直接進來囉 這個一層沒幾戶耶 來看一下 一層大概四戶左右而已 然後 我們是這一間 打開了 進來 沒有脫鞋子 因為裡面有一點點髒 它正在裝潢耶 因為它正常 前一個房客走過離開的時候 它可能裡面還是會稍微裝修 會再重新再拉一下皮 來 大家先進去 它這個電器箱在這個地方 一樣 是電器箱在這邊 我們再進來 其實它是格局 這個是一個兩房的格局 但是我覺得其實它比較靠接近 一LDK 一LDK 對 等於是類似一房一廳的 一進來這個地方是屬於什麼 對 它其實這邊 它寫這邊是一房 但是我認為它這邊 這邊是一房喔 所以這邊應該隔起來才對 對 這邊應該是比較像客廳 比較像客廳 那進來以後 因為它這一間 現在正在裝潢 那日本的裝潢 可能不像台灣那種裝潢 是要牆壁整個弄掉 幹嘛 它就是壁紙會重新貼 然後可能地板會重新換新的那種 一層 膜在上面 他們這邊做的工法 跟我們那邊有點不太一樣 都是這種 有一點附層 什麼膜的 什麼之類的 然後這邊一樣有個玄關裸層 那一樣有這個鞋櫃 鞋櫃 這都是系統� 建商當時在蓋的時候就弄好 那裡面有一個儲藏室 這應該是屬於衣櫃 所以理論上這一間 這一間我覺得它應該是 這邊會有一道牆 直接隔起來 然後那邊是走到的區域 應該這邊要 有啦 這邊有個拉簾 它用拉簾的方式 然後這邊有冷氣 然後跟衣� 它這衣櫃已經是一個 他們叫walking closet 就是更衣室的一個樣子 然後我們進來這邊 這個地方就是另外一個房間 等於是客廳LDK的部分進來 廁所的部分 這裡是一個洗衣機的位置 洗衣機的位置是這樣 這個拉門 關起來 然後這裡是廁所 那廁所部分它配的又是toto 我發現日本的衣浴基本上 只有toto跟innex兩個品牌 然後這邊洗澡的地方 一定要有個泡澡 日本人很愛泡澡 所以一樣是乾濕分離的廁所 那我們來看一下 轉過來 這個是廚房的部分 廚房這邊放冰箱 這個是一個小廚房 兩房的廚房 這感覺是套房的廚房 其實toto差不多就是 一兩個人生活都夠用的 都夠用的 還有一個雙口爐 所以這邊有瓦斯 這個是明火的 然後National的 今天差不多是大門 這個有一個拉門 這格局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這個如果在台灣應該大家就罵死了 怎麼會做這樣子 但是日本人 我看很多房子都是這樣 所以日本人 80%都是這種格局 對對對 那就是我們買這房子 看你的目的 如果你是要出租的 其實日本人能接受比較重要 而不是我們覺得它房型怎麼樣 然後大概是這樣 這一間是房間還是客廳 這間是客廳 客廳 它是有一個衣櫥 有一個衣櫥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格局設計的很特別 然後我們開一下 這冷氣的格柵在這裡 冷氣的格柵 然後出來 那這個陽台 大概是這個大小 這一間是不是因為太熱鬧了 這個區域太熱鬧了 所以它做的這種房型又特別的 又更小 差不多吧 差不多 40平米其實也不算小 還有更小 這個是40平米的 對 對面你看都是 就是都是這麼近 日本的那個 你看那個 一線天 我們台灣的那些 一個就是走道間 就是我們進來的走道間 我們台灣就是 只要是這種 就被酸死了 說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你來日本看 你就會覺得台灣其實 要求的特別多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這樣 前面有一個房間 跟這邊有一個房間 沒有客廳喔 沒有 所以說我認為 其實日本說 什麼1LDK 2LDK 這個其實都是自己講的 自己講的 譬如說我們台灣也有說 什麼2加1房 但是我區城產 我明明就只有覺得 那是兩個房 加1是你硬格出來 哈哈哈 這個法律沒有規定 他就 屋主認為說這個是兩房 但是其實他 我們台灣人的想法 這個比較接近1LDK 就是客廳的房 客廳在外面那一間 應該就這樣 因為日本他們有一種 那種是 他講兩房 結果你發現我去第二個房間 要穿過第一個房間 才能到的 哈哈哈 他也會交代 OK 好 那我們剛剛 就是有帶這幾個朋友 來看了這一個 比較屬於市區 這邊 新災橋附近的 南波附近的一個房子 對 所以這個區域算是 非常市區 把它想像成是像西門町那個地方 對 但是它比較沒有像西門町那麼熱 它有點像是 譬如說就像中央東路四段 那個東區後巷子 後巷子那種感覺 後巷子那種感覺 都是一些比較 潮牌的店 然後 西門町也很潮嗎 對 我意思是說不會是這麼觀光的區域 就是比較特定是年輕人才會來的 嗯 所以等於說 這個區也算是 年輕人會聚集的區 是 所以這個可能年輕人住也是OK的 大部分都可能年輕人住比較 他覺得住比較粗衷交通方面 那你看 雖然在那種區 我們窗戶打開 你說聲音很大 不會在巷子裡面還好 因為這區大概都是服飾店 然後咖啡廳 大概都是這一種類型的區域 OK好 那我覺得嚴格來講 它是兩個空間 對 兩個有點像房間的空間 都有做櫃子 對 那那邊有拉簾 沒有做 有做一個拉簾 那這樣子你說大概40平米 對 40平米 那屋主目前開價多少錢 開價的話是2350 2350 對 所以這樣換算下來也是五六五百多萬 大概才五百出頭 五百出頭萬 對 如果租人的話 之前他是租人 大概可以租 可以賣 一個月大概是11萬左右 這裡一個月可以租11萬 對 差不多一個月租11萬 好像投資罷手率不錯 對 因為這邊其實戶數滿難的 那一層就是只有兩戶 我剛剛繞到那邊去 一層四戶 對對對 但是分兩邊 一邊兩戶 一邊兩戶 所以假設說 你想要買 比較市中心 大阪市中心的房子來租 這房子可能是一個 蠻不錯的標的 所以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直接問一下阿明 加入我們群組 直接問阿明 我們在第一則留言 有我們的群組加入方式 那如果你想跟其他的這些好朋友一樣 直接到現場來看房子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群組 我們隨時準備出團 我們今天感謝阿明 帶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五百多萬的一個 但是如果以一LDK 兩千多萬 他的價位又稍微比較貴一點 其實差不多 也差不多 大概15年左右 比較新一點 你會覺得說 新的好像再加一點點就有新的 但是可能地段不會到這麼好 地段不會到這麼好 OK 好喔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你自己可以實際到現場來看一下 或者是問更多詳細的細節 歡迎直接跟阿明聯絡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